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解连接我是林在这个非常重要的冥想 这个冥想可以提高我们的振动频率,还可以加速我们的扬声进程 我是林在包含了我们的灵魂,各个维度空间,以及各个平行时空中的高我还有自己 在此时此刻的当下,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我们所有的身体都是我是林在从高维度投射到低维度的很小的投射的一部分 我是林在已经远远超越了人们所认知的维度世界,因为它包含了所有的维度世界 我是林在的所在,可以理解为水平面之上 因为在水平面之下的世界呢,会有很多第三维到第十二维度的平行空间 这就有点像我们潜入水平面之下,在不同的水位的时候呢 会看到不同的东西一样,不同的水位呢,代表着不同的维度 而每个维度中呢,会赋予我们不一样的体验,还有实相 完整的链接到我是林在呢,就是所谓的入地,而如果你链接的时间足够长,就可以到达三摸地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之中呢,我们的想法还有思绪都会停止,我们的注意力会完全聚焦于当下 在这种状态下呢,各个空间中的高我都会慢慢地整合到一起 从人类的观点来看,随着不同维度的高我被整合在一起 很多记忆也会被开启,我们的DNA也会得以激活 我们呢,只能在体验的过程中去完整地理解我是林在 在于我是林在完全的链接之中呢,你的所有的个性,所有的想法 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短暂地休息,甚至呢,会到达溶解的状态 根据个人的注意力,以及我们个性内结合的印记 决定了我们可以在那个状态内所待时间的长短 因为在链接的过程当中呢,身体的频率会提高 这个时候,会有很多印记,会通过心智和思想排出来干扰我们的灵想过程 不过呢,在与我是林在连接灵想的过程中呢 这种心智、思想的编程,要比生活中无意识的释放好得多 因为要有意识地去连接我是林在,我们就有能力在短时间内释放大量的心智编程 而且在释放过程当中呢,可以不影响我们的生活时想 我是林在连想的目的呢,是提升你的振动频率,帮助你连接到神圣本源 你护持住越多的圣光,你就会越有能力去应对自己灵性成长道路上的挑战 还有那些分析 然后呢,你就不会那么容易被分析,或者是受问题和障碍的影响了 因为只有你允许障碍发生的时候呢,那些负面的感受 比如说孤独感,被遗弃,恐惧,而且不知所措的感觉 才会对你产生负面的影响 当你在灵性层面不断成长的时候,你就会稳固越来越多的圣光 然后呢,你就会拥有克服所有障碍的能力 使用我是林在的冥想呢,来改变自己和周围的能量场 提升自己的振动频率,到更高的圣光之中 与我是林在融合的冥想,建议每天早晨起床 与每晚睡觉之前,重复地做一次 这样,你就可以进入圣光之中,并且与我是林在融合 这个冥想主要有哪些用途呢? 首先,它可以整合多维度的自己和实相 它也可以清理我们的能量场 它可以加速提升我们的振动频率 并且为地球锚定更多的圣光 如果你想要清理自己及周遭的能量场 那么这个冥想是再理想不过了 使用这个冥想,你也可以体验到三摩地的感觉 并且可以大大地加速自己的扬生进程 我是林在的冥想可以做很多事情 因为我是林在就是全部的我们 为了能让更多的人更好地去理解 还有进行这个我是林在连接的冥想 我会把这个冥想的过程分成三个阶段 分别是清理阶段,激活阶段,还有融合阶段 步骤一到三为清理阶段 在这个阶段呢,请持续地呼请纯净洁白的白色光柱 也就是圣光包围着自己的身体 你可以让这个想法充斥自己的整个头脑 或者去设定这样的意念 然后放空自己去感受圣光包围着自己身体的感觉 步骤四到九呢,是激活阶段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激活我们的第八到第十二脉轮 这十二脉轮与我们十二股DNA是相对应的 而每一个脉轮呢,都对应着不同的空间,还有维度 第八脉轮呢,位于我们头顶,摆绘上方20公分处 而第九脉轮呢,位于我们头顶上方,大约6米高的位置 第十脉轮,则对应着我们太阳系中的太阳 而第十一脉轮呢,是我们灵魂诞生的星球或者星系 比如说天狼星,卯素星,大脚星,天琴座,仙女星系等等 第十二脉轮呢,对应着的是银河系的银河中央太阳 这个时候呢,你可能看到的是虚无 不过有时候呢,也可能看到的是无限的光亮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灵魂来自哪一颗星球 或者哪个星系,你可以观想位于猎户座的鞍星门 也就是猎户座腰带上中间的那颗星 因为鞍星门呢,拥有所有星系的编满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激活这个脉轮呢 你就可以观想这个脉轮变得非常明亮 步骤十到十三呢,是与我是灵在融合的阶段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与我是灵在融合在一起 持续地让自己沐浴在我是灵在的能量当中一段时间 你会感觉到周围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变得不那么重要 让自己沉浸在与我是灵在的连接过程当中吧 因为那个时候,整个世界是那么光明、和谐、还有明镜 步骤十呢,是要持续地去观想自己 与我是灵在融合在一起 步骤十一,则是将我是灵在的光和能量 锚定下来,充满我们的身体 而且要一直延伸到地球的中心 步骤十二呢,是根据我们脉轮的顺序 往上观想,让自己重新回到 与我是灵在的连接过程之中 全程依旧保持放松和放空的状态 让自己全然地去感受 跟我是灵在融合在一起的感觉 然后,把我是灵在的光与能量带下来 带到自己身体的每个脉轮 每个细胞以DNA之中 把这些能量吸收到自己的细胞 还有DNA当中 最后呢,再把能量带入到地球的中心 步骤十三呢,是重新根据脉轮的顺序 让自己重新回到与我是灵在的连接过程中 整个过程中呢,依旧保持放空和放松的状态 让自己全然地去感受跟我是灵在合一的感觉 在你提出问题之前 请务必让自己保持一个静空的状态 也就是,头脑是一个放空的状态之中 你可以提出任何问题 因为我是灵在 知道所有的答案 我们只需要倾听答案即可 然后呢 你将融合在一起的我是灵在的光与能量 带回到自己的身体当中 当你做完了步骤十一到十三 如果你还想继续的话 就可以不断地去重复 一直到你感觉想要停止为止 与我是灵在融合的冥想语音指导链接 可以在视频下方的描述当中找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